再来看到台南永康发生了酒驾冲撞远景的事件 酒驾的骑士没有带安全帽高速行驶 被远景拦查 结果他不但没停车 猛吹油门落跑冲撞远景 那么远景立刻上前用辣椒水将他给压制 骑士倒在路边 远景一个飞坡把骑士压制在地 骑士不但不乖乖配合反而死命挣扎 试图想要逃脱 远景立刻拿出辣椒水喷洒骑士眼睛 好不容易才将骑士制服 十二晚上九点半左右 台南龙潭派出所的远景 巡逻时行经光行录二十六项 发现这位骑士不但没戴安全帽 而且还高速行驶在街道上 就失意骑士靠边停车受捡 没想到骑士劝猛吹油门加速落跑 在巷楼内左腕右拐四处穿梭 远景立刻通报人力支援并前后包抄 骑士眼看无路可逃 当下竟然嚣张地催下油门冲撞远景 骑士冲撞之后自己就雷残摔车 连民众平方在楼下机车也被撞坏 附近居民听到质大声 想都赶紧跑出来查看 警方表示骑士走测值0.25 是因为酒驾才会兴师落跑 全安逸公共危险 妨害公武伤害罪嫌移送侦办 记者赖冠章 旅杰台南报导 新竹一鸣78岁的机车骑士 在停等红灯 但是突然你看到好像喝醉酒一样 整个失去的平衡摇摇晃晃 还在原地绕了好几圈 甚至被自己的机车给绊倒 这怪异的行径 吓坏了所有店家 救护人到现场才发现 他是因为血糖过低 发生了晕眩才会站不晚 也幸好当时车不多 没有造成意外 画面右边的机车骑士 红灯停到一半 突然失去平衡向左倒 就在快摔倒的瞬间 又站了起来 整个人摇摇晃晃 也不前车 原地绕了几圈后 还被倒在地上的机车给绊倒 摔出画面外 怪异场景让附近店家全看傻眼 这名七十八岁骑士 十号中午经过青竹市烛光禄时 因为血糖过低导致晕眩 才会出现仿佛喝醉酒的反应 使用酒精检测器测试 该名病无喝酒 另外消防队到场后 进行血糖的检测 该名因为血糖过低 而导致晕眩的状况 骑士在服用完葡萄糖粉后 逐渐恢复并由家人带回家休息 网友看到影片后搞笑说 骑士踩着魔鬼的步伐 这是阴尸路的第几级 医师的提醒民众 如果有特定症状 要特别注意血糖状况 所幸骑士晕眩时 车流量并不大 才没有酿成事故 提醒民众先衡量 自己的身体状况再上路 记者何梦前张志然新竹报导 再来看到是武林农场樱花祭 在十二号开跑了 同步要实施总量管制 每一天进场有人数限制六千人 不少人敢在管制之前上山 在十天当天 十号当天突破 一万一千人进场 人多车也多 武林还加开了临时停车场 不少民众进场一待 待到晚上 为了就是要一睹夜阴的美 武林农场粉红佳人樱花林 夜里在地灯加路灯的照射下 增添浪漫的氛围 樱花树枝交错 爆亮樱花让赏银游客 手机相机拍不停 这是每天晚上六点到九点 限定三个小时的夜阴美景 白天的樱花也是美到不行 空拍镜头下 粉色花瓣像是一条粉红河流 绵延不绝 有深有浅 不同品种层层叠叠 武林农场樱花季 十二日就要登场 每天进场人数只限六千人 因此许多游客 抢在樱花季前冲上山赏鹰 农场内单日一度 破一万一千人进场 有游客穿着日式服装 打油纸伞漫步在樱花林下 场内车多到 加开临时停车场 而场外道路 台七甲线则是大塞车 逐步进入圣花期 大概会在二月十五号到十八号 到达最佳的状况 只要上山就能一睹宛如飞出国 才看得到的满开樱花林 游客出笼迎接粉红樱花季 记者韩知情王世涵 台中采访报道 好 最近消息要看到 在台中太平中山路四段 在中午时刻传出了砍人事件 有民众右手三指被砍断血流 不止还有车辆遭到砸毁 现场围了群众 目前警方跟消防已经前往处理 了解事发情形 稍后有更多资讯 我们随时问您插播报道 再来看到是在台中 雾峰的中正路跟几峰路口 十号上午九点多 有机车在路口带转区刚起步 然后你看到就被同方向的 后方一辆闯红灯 机车撞了上去 两机车当场摔地滑行 被撞的机车上乘客疑似 还是一名孕妇 幸好伤势不严重 而事发地点就在警局前 警方调查发现 闯灯的骑士才17岁 是无招架驶 一部机车飞快直行 想穿越路口 右边带转区 另一部机车也起步往前 两部机车转个正着 两车三人都连人带车 甩地滑行 被撞的机车是双载 车上两人 一男一女受轻伤送医 事发地点在台中 雾峰中正路和疾风路口 附近民众说 这个路口过去常发生车祸 之前是因为带转区 在这边 那时候比较容易化成事情 带转区先转然后联系 而对接其实就是警察局 警方调出路口监视器一看 是执行机车闯红灯酿货 闯灯骑士才17岁 无照驾驶 警局前大胆闯红灯 抢快不成害人受伤 警方将依法对他开罚 最高五千四百元 记者黄湘父王是韩 台中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